川普卷土重来 重返白宫 四起针对他的刑事官司也将解套 美国媒体报导负责侦办川普官司的特别检察官 打算在川普就任前对他撤销告诉 而川普回任后也可能会大幅翻转 内政以及外交政策 川普竞选时曾表示 他有能力用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 还要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全面加征关税 此外川普对移民的打击力道 可能比第一任期还要强 在佛州西棕榈滩发表胜选敢言 七十八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连任失败后 成功卷土重来将二度入主白宫 美国媒体纽约时报依据川普先前的一些谈话 预测他回国后将全面翻转内政外交 川普竞选期间曾说他有能力用二十四小时结束俄乌战争 但他并未说明要如何做到 川普接下来如何回应俄乌战争 可能为其外交议程定下基调 另一个深陷战火的中东 川普对以色列政策可能不会针对加萨人道主义 提出任何附加条件 也可能让纳坦亚胡面对伊朗更加自由 川普在竞选期间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暗示将大幅提高中国商品关税 此政策也可能冲击来自欧洲的商品 至于内政方面川普对移民打击力道 可能比第一任期更强 并且将指示司法部起诉现任总统拜登一家 与扩张总统职权 将一些独立机关纳入总统管制 不过分析师认为川普首先面对的还是经济问题 此外有气候专家表示川普执政加上共和党 夺回参议院后可能会取消许多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政策 川普团队已表明将让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议 并会大力支持石化业发展 还会撤销大部分拜登政府 对抗气候变迁的作为 公司新闻这位人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